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弘怡,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看透透,新闻看透透 2014年7月1日的选举,那锦罗密鼓,在台中,因为今年是决战中张头 在台中最新的这个民调,林佳龙是51,胡志强只有33,差距高达18个百分点 那么选情最后的结果到底会怎么样,为什么胡志强依然落后这么远 在台中这个彰化,彰化呢,这个现在国民党似乎陷入分裂 因为初算的结果有人不服申请保全证据 那么因此彰化在国民党内部呢,团结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所以彰化到底是不是有可能国民党这边这个连任失败 今天也值得解读,南投这个李朝青的夫人也宣布要参选 也就是说国民党也是闹分裂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张头如果这个蓝天变绿地 这个地方人口总共有400多万 那么就决定了2016谁赢谁输 那到底整个选情目前的进展怎么样 今天我们要请来宾来分析 今天邀请的来宾呢,有东吴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徐永明,徐老师,徐老师你好 主持人,大家好 另外呢是台中市的市议员 上次选立委跟袁宽航 言情表演,只差一千几票 陈世凯陈议员,陈议员你好 红一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以及立法委员蔡黄郎,蔡委员你好 蔡委员对中部很了解,特别是南投 他出身南投 另外呢是媒体人,中联欢联欢,你好 同意,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以及王时琪,时琪好 主持人,大家好 那么这个是中华管长,日五月七三 那么初选出来了 那现在是现在的立法委员林昌敏胜出 可是副宪长柯承访,听说这个人 是现任中华管长卓博员的人 他不服,他提出异议 这样,我先请教一下蔡委员 大家打官司要打官司 我想是不可能啦,差七八了 那事实上我们知道卓博员呢 请整个县府的力量 要支持这个副宪长柯承访 老实说,柯承访也曾经在宜兰县 民营党执政的时候当过首长 那他本身口才也不错 柯承访是民进党做宜兰管长的时候 以前他曾经在宜兰县政府服务过 所以他老实说这个文职兵兵 其实口才也不错 学军力都很好 所以当时我们一再评估 彰化的选情的时候 一致都认为说 柯承访他未来选战的爆发力比较大 同时因为是卓博员极力支持 他用整个县府的这个资源 如果支持这个柯承访的话 可能魏民谷打起来会比较辛苦 但是现在民调既然已经林昌明胜出 那显然这个柯承访对整个选战的民调 他不接受 那他不接受的话 表示双方存在的歧义 那这个歧义 未来会不会让国民党在彰化线分裂 如果他们不合作 或者是消极的抵抗 国民党提名的林昌明的选战的话 那对魏民谷是非常有利 所以柯承访后面是代表卓博员的 完全就是卓博员 你可以看到后来彰化县政府在各个频道 播很多那个县政形象 或者是县政的这些广告 没有在全国他也登了广告 都旁边都还拉着柯承访 副县长就可以知道说 整个卓博员的用心 就是希望柯承访能够 接下县长的职位 但是民调显然 还距离林昌明有7%多 那显然是差很多 所以现在看起来 只要民进党能够团结 以卫民谷他的形象 跟他的亲和力 我相信彰化线是大有可为 大有可为 你贏的资历有多大? 因为现在有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就是黄文林 对啊台南的哦 如果说民进党 你也要参与管党哦 评估过去彰化线的选战 一对一的选战 民进党仅赢过一次 几十年来仅赢过一次 这不拿吧 一对一 一对一 其他行为 他在国民党分裂 因为周清晕你贏过嘛 分裂国民党分裂 分这两个 翁金主 翁金主贏过 那一对一就输了 所以要一对一选战要赢 在彰化线其实就是很勉强 就是说团结之后要赢 都很勉强 看起来是会赢 但是如果分裂 那就绝对不会赢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党中 要赶快整合黄文林 然后国民党现在看起来 分裂是必然 以柯城坊他现在不满意 这个民调的结果 已经向他们的党中提出异议 表示他对整个过程 他是存在的 您感觉对民主党来说 柯城坊比较好减 还是林昌明比较好减 我说柯城坊他是有爆发力 那尤其是县长专业支持 你知道管政府的这个资源 一年以后几十百英 这几十百英 几乎就是为他选战在铺路 那如果柯城坊提名了之后 又我刚刚讲过他的学经历不错 他自己的口才表达也很好 而且长得文质彬彬 所以意思是说 你们比较高兴林昌明 我跟人在想 如果要选对手要选林昌明 林昌明的打击面比较大 毕竟他是从地方基层走上来 在社会上他有一定程度问证的时间 而且他有很多可被攻击的地方 柯城坊没有 哪里有可被攻击的地方 包括他的事业 他过去从事业失业 或者是他从事明代之后 已经将近了二三十年的时间 这里面有很多恩恩怨怨 地方上有很多恩恩怨怨 很多派系 这个都是比较打击面比较大 好 中华 中华是台湾第一大关 中华的人口有130万 那么过去是这样 就说 蓝绿只要拿下彰化线 就表示他们会赢 那个党会赢 所以彰化非常的关键 也非常的典型 那这个彰化的这个选情的情况 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讨论 先休息进广告